永远的倩倩公主罗密施奈德 永远的倩倩公主是个传奇,也是个美人,一生并没有电影演的这样童话般幸福,可是我宁愿相信,这才是倩倩公主应该有的样子。然而美人的命运很奇怪,总是与不幸福相伴。罗密的一生也非常的不幸。 1938年9月23日,罗密施奈德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艺术世家。祖母是皇家歌剧院的明觉,父母亲都是演员。家庭的薰陶使罗密自小就开始喜欢表演。 他出生在战争年代,父母忙于演出,缺少家庭关爱,再加上父母离异,进入寄宿学校等遭遇,影响了他的性格乃至一生。 他很自卑,我学会了撒谎,为了给别人吹大牛,我捏造了自己的另一个人生。 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,最大的不幸大抵不会是时局的动荡,而是不能和妈妈生活在一起。 14岁那年,因为母亲的举荐,罗密第一次站在了美光灯下。 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。 那种浑然天成的天真、优雅、性感,完美地集中在他身上。 他那专属奥地利人的宽欢的下颌,为他平添了几分舞昧。 17岁,他便因为成功,出演了倩倩公主而声名大噪,成为整个德国为之骄傲的女明星。 少年成名,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 荣誉铺天盖地而来,就像一把枷锁,牢牢困住了罗密。 成名后他曾到欧美各国巡回旅行,面对成千上万的欢呼的崇拜者,往往不知所措。 他热爱生活,热爱观众,但心中却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挥之不去。 事业上的一帆风顺,竟使他变得越来越脆弱。 荧幕上下的罗密叹若两人。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,当我想用哭来平复内心的痛苦时,倩倩却在可爱的微笑。 1958年,罗密遇到了他一生的爱人阿兰德龙。 两个门第完全不同的年轻人,因为电影走到一起。 罗密为了和阿兰在一起,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演艺生涯,搬去巴黎,开始与阿兰演一些舞台剧。 然而这场注定不会有结果的爱情,因为出身的悬殊,只持续了六年。 某一天的清晨,阿兰在床头留了一张纸条,爱情已逝,便飘然而去。 离开阿兰后的罗密,先后有过二段婚姻,育有两个子女。 1966年,罗密第一次结婚。 丈夫是德国演员哈利·麦恩,戏剧导演。 哈利比他大十四岁,温文儒雅,很会体贴妻子。 婚后,罗密随他定居德国,并生下儿子戴维。 为了孩子,他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了片约。 他尽量留在家中,力图尽善尽美地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,体会家庭的宁静与心情。 然而,时隔不久,热爱演戏的罗密,又全身心地投入了拍片生活。 1975年,第一次婚姻已离婚完结。 分手时,罗密把财产的一半分给哈利,以换取对儿子的扶养权。 同一年,罗密再度披上婚纱,新郎是比他小11岁的秘书。 1977年7月21日,他们的女儿萨拉玛格达莱妮,降生到了这个世界。 1979年4月14日,施耐德的前夫哈利·麦恩,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。 1981年第二次婚姻失败后,罗密已经42岁,女儿跟父亲走了。 他把所有的爱,都亲给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戴维。 7月的一天,刚刚做过肾手术的罗密,正在相接疗养,突然传来爱子爬公园门,掉下来,被篱巴扎死的噩耗。 有人说,从这天,罗密就已经死了。 从小便缺失家庭温暖的他,将自己所有的爱,都倾注在孩子身上。 在第二次失败的婚姻后,他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,跟女儿天各一方。 当他以儿子为生活支柱时,却中年放子。 那个曾经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罗密,从此,语焉、酒,药相伴。 他常常待在儿子的坟前无声地抽气。 深冬的夜晚,他打电话给母亲,哭着责问,你倒好,可以舒服地坐在壁炉前,还有儿子陪伴。 我只有43岁,却成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女人。 谁会想到,美丽的倩倩公主的结果会这么惨。 厄运一次又一次地光顾,她终于再也敌不过命运之神的挑战。 因为烟,酒和服用大剂量的巴比土酸盐,安眠药,而在一个初夏的晚上,伴随着悲伤,离开了热爱她的人们。 她的挚爱阿兰德龙,参加了她的葬礼。 在她的告别仪式上,她说,我的布贝蕾德语,娃娃,你是演员,我也是,只有我们互相了解对方。 我知道你的压力,你也懂我的。 别人只赞叹你是优秀的悲剧演员,但他们不会知道,你在电影里的灵感,来自于悲苦的生活。 如今,罗密也离开我们二十多年,仍然有许多关于他的书、图片及出版。 因为在上千万喜爱他的观众心中,罗密已经是一个象征,成为他们自身历史的一部分。 在奥地利,已经无法分清人们喜欢的到底是罗密还是倩倩。 卖布韦也纳街头,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里,摆满了画有倩倩图像的各种纪念品,印刷精美的陶瓷盘, 做工考究的锡盘,小巧的装饰性银池,还有各色的明信片。 历史画片中的倩倩,端庄秀丽,含蓄忧郁。 然而提起倩倩,人们更愿意谈到的,仍然是电影中的倩倩,充满青春活力,灵气逼人的罗密。 在我的心中,我也永远相信,倩倩公主就是罗密什纳德,就是那个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孩。